詞曲 李宗盛 郭榮 五 三 各位當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很高興 今天特別請到台北大學會計系組組 系組任李教授 與我們來講 政府内控问题的探讨 也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给我们大家上课 因为这方面 有很多人都欠缺 所以很高兴 我们再一次掌声来欢迎李教授 谢谢秘书长 还有各位早安 今天真的很早 很少学校上课说在七点半 现在学校八点上课 学生都起不来 所以现在学生 大概课都要排到九点 其实今天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谈一下 有关于政府内部控制的问题 其实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因缘 就是说在七月初的时候 我在会计师工会上课 张教授也在下面听我讲一些审计方面的东西 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到我们这个场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一些议题 那我说我的专长是会计审计 会计审计就主要是私人企业 有关于会计跟审计方面的问题 他说那谈政府方面的东西到底能谈什么 那我就想一想说那在民国98年的时候 那这个政府在推动这个内部控制 那就找我去参与啦 那去看看我提出我的意见 那我就在那个场合里面谈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想就说那我就跟张教授讲说那我今天就来谈一下有关于政府内部控制的问题 老实讲如果说今天要谈这个内部控制的问题 我觉得啦 政府应该我们称为叫什么 先天不良后天又失调 其实问题是非常非常多 那我等一下大概会跟各位谈几个问题 因为谈内部控制我想因为各位都来自各行各业 对内部控制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大概会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内部控制的意义 然后内部控制呢 它有一些的主要的目标目的在干嘛 然后要 然后但是呢各位应该有个概念 内部控制它基本上 它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一个制度 一个机制 所以它有一些先天性上的限制 我们也让各位有个了解 那一个好的内部控制呢 应该要几个条件 要有五个要素 那我也会跟各位先做个介绍 但是呢 本来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讨论内部 政府方面 它内部控制上有什么问题 可是因为老实讲 就像我刚才讲的 政府在内部控制方面 它事实上是先天不足 后天又失调 到处都是问题 所以后来我想一想 我在介绍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加进来了 不要在后面再讲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政府 它是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 我不晓得 不知道各位不知道 有个概念吗 说政府和一般的书 有人的企业有什么不同 各位觉得呢 在 不好意思 我那个台语说不太冷 其实我是那个啦 我是 家里都讲台语了 但是在学校讲课讲久 台语我不知道 在头说到尾 所以说各位那个 我说为什么 政府跟一般的组织有什么差别 在学理上面 我们称为 这种问题叫做代理问题 政府的代理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那什么叫代理问题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啦 各位就以你的立场来考虑 如果说 今天喔 你是老板 我成立一个企业 去做一些 做些属于要探钱 现在假设 这个公司是你百分之百出钱的 各位想想看 记得其实如果说 我今天公司要买一辆公务车 给总经理跟董事长做 我出钱东西 我是当董经理跟董事长 各位会买什么车子 这些公司是我出钱开的喔 现在这个公司要买公务车 公务车 总经理多 还是董事长做 要去找业务 你会买什么车 你说啊呀这个 他用的就好 对吧 不然买车都好 可以载回 还可以找业务 但是各位给他换一个角度 今天喔 你是上市上阁 上市的 你只有5%的高款 5%的高款喔 但是呢 同样要买一台公务车 总经理跟董事长做 因为你是董事长 你5%算很大 对吧 你会买什么车 你会买什么车 各位喔 同样一个决策 只是情境改变 你的决策就改变了 为什么 自私 各位没有发现喔 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形是啥 当我是一个独自的企业的时候 出钱的人也会管公司 对不对 也会做决策 我们说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权跟经营权是什么样 合而为一的 可是到了上市上规公司以后 出钱的人很多啊 因为 我买高票就算投资嘛 对吧 但是人太多 我没可能 大家都要做老闆来管公司 没可能 所以他会把高冬会 跟公司的经营款和監督款 搞什么 搞到当事会了 对吧 但是当事会呢 他的股份是只有1%而已喔 所以这种经营是什么 所有款 这个公司的所有款 跟他的经营款怎么样 分开 你这样知道的意思吗 这个时候呢 分开后有一个问题喔 就是 这个叫代理 代理问题 什么叫代理问题 有一个人 把公司交换 周所的人去管理 这叫代理问题 但是大家在做 决策的时候 大家都站在立场 都在追求大家的利益 所以呢 这少数人 被委托的这群人 他常常会做出一些 伤害到 所有权的人的权益 来成就自己的利益 我举几个例子喔 我就说那个 早的代理那个陈友豪 各位知道吗 东地市集团 你知道 他现在讨到大陆去嘛 欠台湾大概 应该是五六百亿跑不掉 六百多亿 然后早的代理做缴税大户 但是呢 他发生什么案件 譬如说 我东地市建设 我看到一块块 买到的去房子 我地主说好 我跟地主都讲好了 多少钱 他就先找个人头 把这块地先买下来 本来东地市建设是要买的喔 他就先找人头把它买下来 然后呢 没有多久 东地市再跟这个人头 再加几十亿 再把它买回来 那个人头是谁 就是陈友豪本人 这个转手之间 口袋就可以增加十几亿 但是这个钱 上库这些完东地 所有的股东 你看王又正是不是这样子 整个立霸集团 也是如此啊 现在进去坐牢的那个翁大明 华龙纺织 也是如此啊 那些都整百的 整千亿的在走的 都走在属性的口袋 那怎么样 他会伤害到大部分的人 来成就自己的利益 好 我讲到这里 各位一定问我说 为什么我讲政府时 就讲到这个了 代理问题最严重的组织是谁 各位知道吗 他拥有决策权 可是他却没有拥有这个任何的股权 在这个组织里面 他没有拥有任何的股权 哪一种组织 各位猜得到吗 政府 所以做决策的人 在政府机构啊 他做决策的时候 花钱的时候 因为都不是花他自己的钱 所以他不是会很爱惜 所以呢政府 是最无效率的组织 政府 所以呢 在经济的经济学家 都在说什么 都在说 一个政府的 好的政府是什么 你知道吗 民间可以做的事情 他尽量不要去管 他要做的事情是 民间没要做的 譬如说国防啊 国民教育啊 卫星啊 钉钉 这方面他来管就好 因为他民间能够做的 如果交给政府做 通常是又没效率又没效果 我们逼一个如来说 比如说各位 你想想看 我们常在讲说 中油台电 各位台电在去年 亏掉三千多亿 亏掉三千多亿 中油啊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另外一家 石油公司叫什么 台塑 他的价格 跟着台塑的价格 一步一驱 对吧 你看我们 下星期要买降機 买入降機 台塑就跟着 跟着调嘛 对不对 同样的价格喔 中油亏三千多亿 台塑赚多少钱 台塑赚多少钱 台塑的规模又比中油要小喔 人躺几百亿 他辽三千多亿 各位知道这个效果 这个问题在哪里吗 因为他是国营的 他不会爱惜资源 不会把钱当做钱在做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这件公司如果就起 上市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那个 这个主管机关喔 比如说金管会 他就要求这些97的公司呢 你一定要设立 内部控制 来做一些晚制 避免一些舞弊跟错误的发生 而且 提升经营的效率 他要求公司要设什么样 要内部控制 各位听懂的意思没有 你输人的 其实说实在 老闆就是做决策人嘛 他不会伤害自己啊 知道吗 所以呢 他对中小企业 其实没有这个要求 中小企业也不会在意 比较不会在意内部控制 所以呢 各位 我跟你说 各位 不曉得能不能体会 最最需要内部控制的是谁 其实是政府 但是呢 也因为他的先天不良 他的后天 造成他的后天 也非常的怎么样 不好 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善空间 而且 现在的主政者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的 其实对内部控制了解都不够 政府的内部控制 几乎只着重在什么呢 我开心的时候 我给你控制好 但是呢 他又很僵化 很僵化 所以台湾的这个政府的会计 主计单位 是非常非常僵化的一个系统 等一下慢慢再跟各位讲 但是事实上 内部控制不是只有这样子 内部控制涵盖的层面 非常非常广 等一下呢 在民国98年的时候 政府忽然间 说要推动内部控制 政府的内部控制喔 可是 我98年的时候 我就跟 行政院主计处跟那个 跟这个什么 跟那个审计部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们的内部控制会失败 他刚才要做而已 我就说 你会失败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对内部控制的观念是错的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认为他错的 好 那 我讲到这个地方喔 各位应该可以知道说 政府啊 为什么 我们说他 这个先天不良 那后天又失调 在讲失调之前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叫内部控制 一个好的内部控制 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应该涵盖的层面是什么 各位喔 其实一个组织 不管是企业 还是一个政府 内部控制 对他来讲很重要 其实对一个人来讲 都是这样喔 好 这种概念呢 都要再放在脑子里面 你这个时候你才会 做事情才会成功 好 那我想再介绍 这个政府内部控制的问题 后天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跟各位讨论一下 这个内部控制的意义是什么 先让各位了解 因为各位可能对内部控制非常的深疏 因为你不是学这个啦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内部控制呢 其实呢很简单 各位不用看这个字眼 就是说 一个企业如果他想要达到他的目的 他的目标能够完成 他就必须要去做一些管理 这管理的过程是让他确保他的目标 能够怎么样达成的 只是这个管理的过程 这是一个管理的制度 他事实上是由这个组织的自理单位 管理阶段跟其他人来设计的 其实就是这个组织的人自己去设计 去执行的一个管理过程 来确保这个组织的目标能够达成 所以说一样 人个人也一样组织也一样 我目标定出来了 我怎么样这个目标达到 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一样 我达到那个目标 就像我们这个组织一样 我们用我们的目标我们定出来很清楚 所以各位 这次我是第三次 我每次来的感觉都一样 大家那个 可以感觉到一个氛围 就是说大家对那个目标是 有共同的一个目标 所以大家的相信力很好 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那个氛围 因为大家组织的目标很明确 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所以大家就集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的心就会在一起 这就是什么东西 组织的目标就要定出来 可是光有目标 你定得很清楚 但是不一定能够达成 因为你要去执行 所以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组织 它有什么样的目标 一般来讲目标是什么 好 这个组织一般来讲 它内部控制有三个主要的目标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 它要让这个组织 它产生的报导 是可靠的 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报导 像我们筷子最重要是财务报表 好 就像一家公司 它为什么定期的 要跟社会到众 公布它的财务报表 各位如果说 你要买股票 你的公司你要注意看看 你可以随时上网 到这个股市观测站 公开资讯观测站 可以随时下载 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 它的公司网页里面 绝对会公告它公司的财务报表 你说它为什么要 要公告它的财宝很简单 因为你把钱交给它 它有义务 要跟你报告它的经营的结果 政府 因为我们缴税给它 它花我们的钱 所以它定期的把 建务的报表 要对外公告 供我们民众交代 各位了解意思没有 各位这个组织一定会 可以把一些相关的资讯 对外报告 像各位如果是组织的成员的话 其实这个组织 它就有义务 要把它公司的内部资讯 跟各位传达 报导 所以说 在内部很重要的是什么 报导 财务报表 包括财务报导 公司的报表会假 各位可以看得到 很多上网公司的报表是假的 它为什么要做假 它有它自己的有原因的 比如说 它可能怕股价跌太凶了 所以它就操纵财务报表 它有一些虚伪不实的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是什么 这些管理阶层 想要掏公公司的资产 然后掩饰 做假账 那这个也是什么 风险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内部控制 要去确保公司的财务报表 它是按照规定来编制 来报导 这是内部控制很重要的 会假书做的工作 就跟这个关系 它主要是这个 那政府的主计单位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规定 在约束它的支出 那这个主要是 也是涉及到这个部分 但是呢 一个组织 它如果要能够生存 甚至于说营业的话 云运的话 还有另外很重要的是什么 它的云运 整个的运作 要非常的有效率跟效果 老实讲真的 政府在这个部分 它是最忽视的 我想各位如果说 有跟政府机构接触 你马上就会发现 你只要进入工部门 你就会发现 哇 这公务机关 行政效率有多少 有多少 像我们学校是公立学校 那 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那个整个的行政体系 非常没有效率 非常没有效率 学生 他要学校来服务 他学生常常会觉得说 哇 学校的速度太慢了 然后服务的品质没有很好 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我们学校 在去年曾经要推动什么 推动说这个职员 上下班要刷卡 就打卡的意思嘛 我们现在组织 整个的学校 教职员的初缺请 还是用签名的 到的时候就签名这样子 还是跟几十年前一样 各位猜猜看 要推动 比如电子刷卡 对不对 几乎所有的教职员都反对 几乎所有的教职员都反对 各位知道为什么 各位知道为什么 其实在实证机会 你觉得很难想象 你上下班刷卡就好啊 对不对 你有什么好反对的 你干嘛用签字的呢 对不对 但是刷卡就有什么问题 你不能够叫人家带签 是不是这样 而且呢 早上刷中午吃饭的 午休的时候刷一次 上下班再 午休开始又刷一次 下班又刷一次 我问各位 他为什么反对 因为他现在的作业方式就是 签完米后就溜班了 然后迟到打个电话 欸 把它签一下 对吧 甚至于没有来就 就签哦 我帮你签 下次你帮我签 互相掩护 所以学生有时候来 去找某个职员的时候 他说找不到 因为每个职员他负责哪些系嘛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 没有人管 而且你叫他改的时候 他改不动 为什么 效率效果 像我最近啊 因为自己想要盖自己的房子嘛 就申请建造啦 申请一些手续 我常常去跑一些驱工所 去的时候承办人就不在 然后他下次再来 我说你没有那个职务代理人吗 他说没有 对不起就是再跑一趟 跑很远欸 我要跑到新店去 我从圣根要跑到新店去 跟他讲说你 上下班时间你没有来上班 你总是要有职务代理人啊 他说没有啊 那就工出 就跟你讲工出 就没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跑去哪里 各位知道吗 在楼上做瑜伽 开班嘛 然后民众免费上 他们职务也上去上 可是你要去上 你也要一个职务代理人啊 没有 所以跑了几次以后 我就火大了 我跟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找了几次都不在 然后到时候我们就白跑一趟 然后告诉我要需要这个证件 等一下说又不够 我要再跑一趟 来来回回这样跑 我说跑这个东西你要 我们要跑几趟啊 非常没有效率 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各位没有发现政府说预算 都不够用对不对 所以年年在举债 年年在举债 但是我问各位 政府在花预算的时候 有没有很浪费 我跟你讲是非常非常浪费的 而且这笔钱花下去以后 这个效果如何 没有人会再评估 对不对 我常常最喜欢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台北市 在前年不是办的花博吗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一百多亿耶 一百多 一百多 差不多 一百多亿 没错 但是各位 你可以想象得到 我只办一个花博 花一百多亿 你把算盘得点 有人去监察说一百多亿 开下去 效果是什么 老实说 人家给我一叠那个票叫我去看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去看过 其实我心里很不满 为什么 办一个花博你花那么多钱 到底值不值的 然后花下去以后 那个效果是如何 从来没有人去检讨 对不对 我以前住在哪里 住在那个政大附中的社区 那个时候就要盖那个什么 盖那个猫缆 你知道吗 就是猫空的缆车 我心里就在想 我住在那个猫空下面 我在想说 我会因为猫缆而跑去猫空去看吗 那个效益有多大 结果我们坐了猫缆 我说那一条大概又是前坑的 坐下去大概又要赔钱 那赔钱是谁赔 徐明耀 就是纳税人要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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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政治人物做了决策以后 从来没有人去检讨说 他后面到底做的怎么样 这个做下去到底是对 后面的人是好还是不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从来政府没有一个机制 去检讨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政治人物没有良心 你看他一种就都知道 他不断的举债 不断的把政府的债务一直往上提升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不要投他 为什么 今天我们借钱 我们是用到谁的钱 各位知道吗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下一代他缴的税金 大部分要还以前 我们给他扯的烂账 他缴的钱 能够花在他当时的建设 就会很少很少 所以说我常常跟各位讲一件事 你去看这个人物 不管是县市长还是总统 这个的主政者如果不断的举债 我跟你讲 他就是我讲的 那个代理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客 所以说老实讲真的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如果真的能够把政府的赤字减少 我觉得他就功德无良 功德无良 两个一个月前我就看到新闻报导 说西德德国啦应该德国 现在没叫西德那德国 梅克尔已经宣布他们 从今年开始政府不再举债 而且可以还 把以前的债慢慢的还掉 你知道这种总理 百中选一而已啊 这种总统是很棒的 很棒的总统 他知道把政府的钱当做自己的钱在花 他会很在意这个部分 所以老实讲真的 政府都说没钱 你看一下我们台湾的那个现况是什么 政府都跟你讲说钱很拮据 可是等到会计年度快要中了的时候 政府再做一件事 什么事 各位都可以感受出来 钱都开始乱花 就消化预算 消化预算 我最近有一个学生 他是公务员 那他是什么行业呢 他是印钞票的 就中央印制厂 知道吗印钞票 各位猜猜中央印制厂 他总共的印钞票而已哦 印钞票的话 顶多就印一些我们的护照 还有身份证这样子 你知道那个印刷厂 总共养了多少人 各位猜猜看 只印钞票跟身份证跟护照 那个厂有多少人 各位猜猜看 将近一千 将近一千哦 其实各位想想看 如果是民间企业 只是印钞票 印这个的话 你大概需要用到多少人 我相信是一百人以下 机器在印啊 是不是 可是他每年编的大量的加班费 我说你们人不会太多吗 还要加班吗 然后他们就怎么样 平常就没有事干哦 然后就要找时间加班 你知道为什么 你说你为什么要加班呢 他说这个加班费 不把它消耗掉的话 我明年在编预算的时候 会被砍掉 所以就一个问题就出现哦 我预算只会越编越多 它开始越来越浪费 台湾的问题就在这里啊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机制在评估什么 这个组织所做的决策 有没有效率有没有效果 我问他说 那你们买新的机器不就好了吗 印的更漂亮又更精美啊 他的机器是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机器 印刷机哦 你看现在多进步了 为什么不换 各位想想看为什么不换 换的话 其他人那么多人干什么 对不对 第二个哦 他还跟我讲 纸钞 那个纸啊 印钞票的纸跟那个油墨 都只跟固定一家买 而且价格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面 他要多少就多少 各位知道为什么 我们被人家控制住啊 这个主管不会去想说 诶 我这个纸钞啊 我可以用别的家厂商的 我就招标啊 我油墨就招标啊 对不对 其实主管只要想到 万年我如果换 我如果出事我不是要丢官 所以我宁可都不动 他不会想要改革的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这个就是政府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各位你知道政府为什么 我刚才讲的经济学家讲过 政府最好不要去做一些民间能做的事情 因为他会越管越糟糕 他是一个没有效率没有效果的组织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政府特别需要内部控制 但是偏偏这些人 他对内部控制 他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一旦内部控制以后 他的压力就会怎么样 就会大 他何必把自己 弄一个制度来绑自己呢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所以一个国家会强很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国家的精英 先把政府的制度先建好 让再由政府来去运作 所以呢 事先有好的政府的制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常常觉得说 有一些国家很强 我觉得美国好了 各位觉得美国很强对不对 但是各位如果你去美国看看 去美国的社会可能要走一趟 各位没有发现 美国人民的素质 有没有比台湾高 你自己去体会看看 美国 有没有觉得 老实讲我不觉得 美国平均的人民的素质 没有台湾高 我觉得没有 如果你问我日本 各位有没有到日本去玩过 你有没有觉得 日本的人民的平均素质 是非常棒的喔 有没有觉得 德国也一样 其实德国又比美国要好很多 德国这个国家很厉害 我觉得呢 他的人民的素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已经跳脱到那个什么 只是物质享受的 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些故事啊 比如说我到德国吃饭 到德国吃饭 如果你叫太多吃不完 各位觉得会怎么样 他会讲说 那是我的事情 我有钱了对不 你管我多少 但是他们都认为 你浪费了食物 浪费了天然资源 他可以罚钱喔 可以罚钱喔 人家垃圾是怎么错的 你要买垃圾袋 垃圾是非常非常贵喔 一个垃圾是很贵的喔 如果你把垃圾 能够回收的分开 能够回收的资源是免费的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可是你要装到垃圾之前 每一个家庭都会把垃圾做分类 为什么 因为你要装到那个 不能回收部 那是很贵很贵的 所以他们就很自然而然的 把垃圾做很好的分类 垃圾装进去之前 都用垃圾压缩机把它压缩 然后再摆进去 能够装更多的垃圾 民众就自动自发的 把垃圾做分类 各位听懂这意思没有 所以他们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 环境是用精英的买不来的嘛 你看大陆 各位如果到大陆去看就知道 经济虽然发展得很快 可是你知道它污染很严重 那个将来怎么回复 对不对 你那个空气污染水的污染 土壤的污染 很可能你花更多的代价都回不来 可是人家国家已经进步到什么 环保百第一 他们那个国家如果你买房地产 你卖掉绝大部分的利润缴税 他认为房屋是什么 民生必需品 你不能拿来炒作的 你涨价的东西 全部要归到政府里面去 这才叫涨价归工 我们有吗 人家的制度都设计好了 谁来执政都一样 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制度设计不良 从很多的地方就设计不良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从最高层次的 比如说我们的宪法 老实讲真的 你还相信五权宪法吗 蛤 各位觉得五权宪法是对的吗 以前我们在教书的时候 教书我们五权宪法是什么 老实讲真的 等我长大以后才知道 那根本是鬼扯 我觉得是鬼扯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监察院 你看我们的那个考试院 真的有需要这样做吗 只是浪费了我们明子明膏 缴的税金而已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看制度 然后你看我们的总统制 总统有权无权 行政院是什么 行政院长是什么 有权无权 因为决策权在后面那个总统 结果老实讲 行政院长指是什么 炮灰 出事你就下台负责 可是决策权谁做的 总统 老实讲真的 几年下来的总统制 我觉得台湾应该实行什么 内阁制 台湾根本不能实行什么 总统制 老实讲真的 很多的制度设计不良 你全责不清楚 效果效率就做不出来 好 好 再来 法令的遵循 一个组织 它有相关的法令要遵循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的食品安全 一再的出事情 对不对 食品的东西 它有一些食品 食品安全的条 一些法令要遵循 同样的政府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法规需要执行 什么环保法等等都要执行 那我们要确保它去执行 要能够遵守 高污染的行业 像日月光前一阵子 在高雄出事情 你是高污染的废损 你就不可以直接排到 我们的河川里面去 因为你省的成本 社会到中帮你付代价 对不对 以前我们的高雄 炼油厂 那个台肥 直接就排到空气里面去了 对不对 我早期去高雄的印象就是 还没到高雄就先闻到臭味 台化 对不对 然后去就是雾茫茫的 现在其实好很多 那你的环保的法令呢 你要去执行 要去遵守 那台湾的这个部分 老实讲真的 他有一部分他很严格在做 但有一部分他根本没有在执行 就像我们的实战 为什么也在出事情 油啊 三绿清安啊 对不对 然后米啊 甲啊 标识不实啊 就是什么东西 他平常没有在执行 这些法令法规啊 其实他没有做得很好 其实我们学会计的 我们最近也是在改革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 政府呢有一些东西 该管的不管 然后他说要管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真的在管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不晓得各位这里 因为对会计比较不熟悉啦 像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 的会计谁管的啊 是我们的经济部商业师 在法规里面啊 商业会计法是最高的法令 可是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有经营企业 你的报表有没有需要 跟主管机关申报 跟经济部商业师申报 没有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 你们的中小企业会计 是我管的 可是他其实没有在管 常常这种法令到处都是 这个法规的遵循呢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因为老实讲真的 你没有真的落实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在台北市也好 或在新北市也好 我们骑摩托车的骑士 如果你没带安全帽 你出去看看 你大概只要碰到警察 你大概就会拦下来 开单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你到中南部的乡下看看 是不是很多人没带 警察在那边 你大啦啦的就骑过去 法令是一样的喔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 其实就是执行 你政府有没有在监督 有没有在执行 如果你只是定了没有在执行 其实那个法令呢 其实没有意义的 台湾有很多的政府单位 他对法令 定了但是不执行 徒有那个法令 这很多很多 所以说各位都知道 我们现在呢 一个组织喔 大概有三个主要 内控只要有三个目标 一个是什么 我们要确保报表的可靠 好 再来就是你的经营营运 要能够有效率有效果 第三个 你要遵循相关的法规 相关的法规 大概有这三个目的 这三个目的 好 好 那刚才我讲 这个是内部控制的目标 目标在那里很清楚了 可是目标定出来以后 他不会自动就跟你想 你就做得到了 不一定了 好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具体的作为 好 好我们来看 可是内部控制喔 各位跟各位讲 他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 你不能完全说 喔 内部控制有了 那我刚才那目标就百分之百一定都能达成 不一定 为什么 第一个 内部控制的设置 这整个的设置跟执行 他是需要成本的啦 任何制度都需要花成本的 但是跟各位讲 任何制度都要这样 都一定要考量一件事 我们做他 执行他的效益 产生的好处 一定要大过于我们的什么 我们所花的成本 否则他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不是一个后会最多 所以他是成本效益 换句话说 我们在设计一个内部控制的时候 他就不会去追求 这个制度是要百分之百的有效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代价可能太高 这样各位了解吗 现在因为有电脑的协助 可以把内部控制怎么样的 执行的成本大幅的下降 所以现在内部控制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也不能够确保百分之百的有效 但是电脑提供很大的帮助 做内部控制 电脑是很大的帮忙 第二个 设计内部控制的时候也会设计不良 你设计的没有很好 还是有人可以钻漏洞 当然这是他的先进上的设计 那你说好啊 我如果要不可 我愿意花成本 然后也可以尽量的把它设计的很好 那可不可以百分之百做到 老实讲也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内部控制要靠人来做 要靠人来执行 人老实讲真的 有人的地方就会很复杂 对不对 有人的地方就会很复杂 以前喔 我在企业界做过事 然后曾经有一度徘徊说 哎呀我要回来念书 回到学校教书呢 还是要在企业界做事情 那我的家长就跟你说 哎呀 去学校 比较短纯嘛 那个 教书界 大家比较短纯 真的这样子吗 我跟各位讲 等我进去以后发现都一样 只要有人就很复杂 内部控制需要靠人来执行 好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内部控制谁设计呢 管理阶层 内部控制呢 管理阶层可以愉悦 他可以直接跳过去 所以 重大的舞弊案件 我敢跟各位讲 绝大多数都是管理阶层愉悦的 这个本来都有很多层层节制啊 他竟然发生这么大的舞弊案件 我跟各位讲 90%以上 都是管理阶层愉悦过去的 为什么 直接下条子就直接做 老实讲真的 各位如果你问我说 台北市有几个大的舞弊 陶宇最近也有 对不对 夜市文的案子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看台北市哦 那个双子性大厦 800亿的工程 招标到最后 废标 这么大的一个招标案哦 政府的一个BOT案 竟然发生这种事情 老实讲真的 你如果问我的意见 我觉得是高层的问题 我觉得是高层的问题 逾越过去 他没有按照那个招标程序 找了一个没有财力的 一个公司来承包 老实讲真的 那个没有财力应该是要转包啦 问题是他没有转包出去啊 对不对 但是你今天这个招标案 就是要防止这种情况 再转包的问题啊 你看看当然发生了 你跟我讲说高层没有事 没有问题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所以说各位要记得 像这种大的舞弊案件 通常是这个 各位还记不记得 几年前啊 李登辉时代啊 曾经发生过什么 拉法业案 佣金一百多亿美金哦 光采购案哦 那个买那个舰艇 一百多亿美金 你看那一百多亿美金有多少啊 阿扁说要查 说要查 什么动摇果本在所不惜 我就跟我学生讲说 我敢跟你保证 查不下去的 他绝对是这个 绝对是这个 而且他涉及到的 不是只有台湾呢 涉及到法国的高层 涉及到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 你动摇果本你怎么查 所以阿扁下台了 查出来了没 十层大海 各位你跟我讲说台湾哪一些人 跟这个案子有关 我都可以猜得出来 都可以猜得出来 都可以猜得出来 那个查不下去的 我就跟你讲 那个查不下去你放心好了 好 我要逆阶层的愉悦 各位按一下 串通 内部控制很重要一个方式就是 层层解制 什么叫层层解制 我不曉得各位知道 什么叫职能分工 我们在民生上讲说 啊管钱的不可以管账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为什么管钱的不可以管账 很容易舞弊啊 我钱拿去挪用掉 我就说这笔钱我已经 为了什么花掉了 那你一花掉以后 你就可能就不会被注意哦 你钱就真的被拿掉 我管财产的 我不能管财产的记录 财产目录不可以管 为什么 我把财产拿去拿回家用 然后我说报废 你怎么查起呢 不可以 我授权你做的 我就不去执行 对不对 我去做什么 我不能来做事后评估 说你这个决策做了好不好 这是我的决策 我再来做评估有什么用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做职能 但是各位只要有人 就会怎么样 串通 串通就是 美国西亚你就 我们在一起 变成这个机制完全都没有 所以我刚才讲了 舞弊案件 尤其是政府的单位 你会觉得很离谱的案件 我跟你讲 你把它查下去 抓出来绝对不是只有 一个 它会像肉掌一样 一拐 串通 各位听懂这意思没 所以呢 老实跟各位讲 有些案子 会查不下去 是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些人 涉及到什么 考证 各位相不相信 林医师的案子 我会觉得到处会不了了之 除非换政党 除非执政换党 否则林医师的案子 会不了了之 各位可以想想看 林医师可以一手遮天吗 嗯 不可能 不可能 他那个涉及到高层 老实想真的 所以后来声音就小了 看到没有 我觉得到最后就不了了之 串通 还有 内部控制需要人来做判断 需要人来做判断 可是人会怎么样 会判断错误 所以各位 一个内部控制好不好的组织 他会很要求什么 他的人员的素质 他会非常尊重专业 这个位置 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知识 他就会特别去挑 有这种专业知识的人来做 然后他会值钱训练 会再做在职教育 然后会有好的人力资源政策 将来这个人升上去 他要具备什么条件 他要有一个干部的培养计划 如果这个公司有很好的人事制度 一般来讲 他的内部控制就会非常的占义 为什么 因为好的内部控制需要人来执行 所以 人才的培养计划 我们叫人 叫人力资源管理政策 要非常非常的有制度 还有 内部控制 是要帮一个组织要量身定做 他就像人的衣服一样 人可能会长高 会变胖 原来的衣服本来很适合的 很不错的 可是会随着这个组织的变化 会变得不太可能会不够 可是 谁来告诉他呢 一般来讲 我们就要一个专者的单位 来负责整个制度的监控 一般来讲 在公司里面 我们叫内部集合 各位知道吗 叫内部集合人员 像政府的话 他主要是由审计部在做 监察院的审计部在做 但是审计部呢 他只着重在预算的花费 你也没有按照预算的规范来执行而已 老实讲真的 他是很做 只是做法律的遵循而已 如果我会提到 我们可以看到 吗 是异道的